C2的Chapter 有關於Araiser這個部分 我們再把C加在class這邊 再稍加複習一下 基本上這個class就是 這個是class名稱 在這裡面我們有宣告 這邊一共宣告四個members 然後還宣告四個資料 我們這個class是來表達一個retangle 一個矩形 左下角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描述這個 左下角這個位置 X-Law跟Y-Law 然後還有它的高度跟翻路 用來代表我們這個 矩形的一個形狀 還有它所在的位置 再來就是這個我們有四個function 跟我們的retangle 這個class名稱一樣的 這個叫contractor 建造的 然後呢 跟它剛好反過來的一個NAC 反過來這個 這個叫Dextrutter 就是所謂4-byte 那建造的是 剛剛開始 你要建立一個retangle的時候 你要呼叫它 來設定你的初始 那Dextrutter是 你要 就是要把一個retangle把它消 就是要離開把它消滅掉的時候 你可能有些過去的事情 這個過去的事情要處理 再來是跟gethide 就是gethide 就是取得高度還有翻路 好 那這個retangle呢 取得高度這樣簡單 就是hide 取得翻路 就是 youretains the average 那再下來就是 跟我們retangle 同樣名稱的這個 就是retangle 那這個方式 我們就是給它出指 所以未來我們在 宣告一個retangle r的時候呢 這個r 後面的 1366 就會對應到我們retangle 這個方式的 1366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把這四個指 設定為這個retangle的存值 那另外一個方式的話 是用指標 就是tangle 那這個呢 就0034 就放進去 好 那這個是 設定出指的另外 另外的第二個方法 再下來是這個overloading 就是我們要準備 把這些operator 像這個等於等於 這些operator 我們要重新把它設定 那這個 這個是來看穿說 兩個retangle 沒有相對 那我們在 西間 這個class裡面 就是 會有一個 隱含的 那個 那個 class 叫做lease 當你宣告完畢之後 你就會隱含一個 那這個叫做lease 那所以 我們在這裡 等於是要判斷 一個外來者 這個retangle 叫做s 它的變數名稱叫做s 那我們就是要判斷 這個s 跟這個lease 跟這一個 是不是相合 所以隱含的 這一定要叫lease 那隱含的 這個叫lease 這個 它是屬於我們字裡面的 所以 你就不必 前面就不必寫 lease.srow lease.yrow 都不用寫 但是外來者 那一個 你就要寫 s.s.srow s.yrow 就要叫寫 那這個是 會判斷有沒有什麼 那另外 如果我們想要把它印出來 這個lepego 印出來 那這個一個小微小微的這個符號 是我們在C++ 把資料印出來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 我們在這裡 就是 把你要印出來的資料 把它輸送到 這個oase這個變數裡面 好 那這個也一樣 這個是一個 外來者 一個r的cangle 所以就是把下面的這個訊息 一個一個把它送進去 送到我們的 這個oase的這個 這個 這個變數裡面 好 那未來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這樣寫 看這個r跟t有沒有相等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把 這個r的這個 內容 把它送到西奧裡面去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今天我們看這個新的東西 資料結構裡面最簡單 最簡單的結構 就是我們大一點 在結構的設計裡面 所用到rray 那基本上rray 就是 包含 如果你從概念上來看的話 那rray呢 就包含 一個所謂的index 跟椅子 它所對應的值 index 跟它對應的值 一個rray 就這樣一個概念 好 那rray 可能 可能是one dimension 也有可能是two dimension 那one dimension的話 你的index 就是從0開始0 然後到n-1 如果你有ng的話 這n-1 那如果你是 two dimension的話 你是00,01 02,00,00,00 那看你這個 環原型 最後一個是什麼地方 那 你就從0開始 那下面這邊呢 講的就是 一些它的 整個我們的資料結構 一個概念 那就是說 你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genial array 是怎樣去設定的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概念就放在這邊供各位參考 我們看實際的範例會更清楚 好 那我想 這些範例應該就是 各位在大陸的時候都應該學過的 這些範例 那譬如說我們宣告這個 A括號10 那我們的array就是從0開始 另外我們的c原是從0開始的 所以這個所謂index 所謂index是從0到9 然後你這樣給它指的話 它就對應到一個指 那float這個有用這個就是 也是有7個位置 那有可能我們這樣宣告 可能在宣告的時候 可以順便給它出指 譬如說a 掛到4 然後10還有11 那最前面兩個就對應到10跟11 所以這裡面的話就是a0 最前面的一個叫a0 就對應到10 然後這個下一個就是a1 對應到11 那接著呢 你應該有四個資料的 可是後面 這邊只有兩個資料 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那兩個字板就對應到 其實就應該是對應到0 但是這邊特別提醒 是不是知道是對應到0 這個有些時候我們要打個問號 我們沒有設定它東西的這些值 我們沒有設定給它出值的這些值 一般來講我們是不是可以拿它用的 因為你不曉得這個電腦 這個地方真的是擺 因為你沒有寫啊 大部分時候是你沒有錯 可是有些時候它說定不是0 那很多時候你的Proven bug 從來產生了 很多人說我這個Proven 就跟老師說這個Proven 叫我電腦執行得好好的 為什麼跑路老師的電腦來執行就不行了 然後就懷疑老師的電腦一定補 不是 是你的電腦自己本身是定補 因為你沒有做好正確的口腿 那所以這兩個值 真的是都是等於你 真的是 你在你的這個講義上面打問號 這個真的要打問號 那我們最常忽略就是 沒有設定數值就拿來用 這個是最危險的工作 好 各位要知道嗎 什麼樣的Proven 歸未來社會 各位覺得什麼樣的Proven 歸未來社會 各位覺得什麼樣的Proven 歸未來社會 錯誤的Proven 不會歸未來社會 錯誤的不會 對不對 一買進來就當掉了 那Proven沒有要買 也不會歸未來社會 那個Proven啊 弄了一百天 盪掉一次 那個對社會就危害了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都對的 小部分發生錯誤 那個Proven才會危害社會 如果那個Proven是來控制這個高鐵的列車的話 對不對 通常都是都是都是對的 每次發生錯誤了 那就是危害社會 危害社會 這個Bug很難說 是這樣子 不是錯誤的Proven 錯誤不會危害的話 要記得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Proven就是 接近完全正確 那就差一點點 那個對社會危害是最大的 那各位常常說 我們怎麼下來一個Proven 怎麼當機了 對不對 我下來一個當機了 然後後面這個 如果是手機的這個Proven 那個手機就是說 我們後面還有其他APT 要怎麼來 要增強服務 其實他是不光是要增強服務 他才修裕他的PUK 所以那PUK的 明眼一看向它的PUK 是不太容易發生的 這種可能是一個PUK 很嚴重的PUK 但是一般人就看不出來了 好 看得出來vuK很容易修 allow 看不出來寶貨是很難修的 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我們將來再寫文書的時候 那個粗仔沒有給它 你拿來用 大部分的時候是對的 可是 가지少數好像肯被弄錯 那這個就是大德拉宇 再下來 這個我忘了跟你們的學長可能有聽過啦 但是我忘了跟各位講這個養老子上課的規矩 我們有一些規矩很簡單 就是上課的時候不能飲食 包括喝水 不能飲食不能喝水 為什麼這樣說咧 根據楊老師寫了一個APP 去調查 喝水100次好像弄翻一次 這是概率的問題 所以你這一次沒弄翻 你不是說我沒弄翻 不是的你要喝100次你弄翻 那你會說我喝100次沒弄翻 不是 是旁邊那個人弄翻兩次把你進去過來 所以100次是概率的問題 喝了1000次 不但弄翻 不但弄翻 還把獎益弄死 喝了一萬次 不但弄死自己的獎益 還弄出別的獎益 所以我們上課不能喝水 不能喝水 那如果說你要帶水來這個教室裡面 請你務必 沒有喝得給弄翻啊 有翻過嗎 沒有喝水但是弄翻 有沒有翻過 有翻過嗎 對不對 沒有喝水你弄翻 沒有辦法做 所以你帶過來的一定要是安全 什麼安全 就是有蓋子的 沒有蓋子通不安全 你擺在桌上100次也會弄翻一次 沒有喝你發通翻 所以插一個吸管 插一個吸管在那邊的 那很濃郁的 很濃郁的 弄翻了 弄翻之後咧 這個如果有顏色的飲料 那你的地板就是有問題 沒有顏色的飲料 那就開水嘛 隔天那個濕的地方就乾淨了 但是如果是有飲料 有顏色的飲料 弄在地板就是 就一片啊 一年之後還是一片啊 好 所以 我們喝水 這一個情況 你這一滴水啊 沒有喝進去的就快要死掉了 那就你就喝吧 那什麼情況 什麼時候已經到達的情況 你自己判斷 夢的良心判斷 好 回到這裡來 這個 我們葛瑞在宣告的時候 也可能中科號真的沒有點按次 沒有點按次代表我們意思 代表我這個回應 代表是 size是多少不知道 但是呢 由後面這邊 一二三個 三個 所以我就知道 耳類葛瑞是三個連數 好 所以呢 這個 10對應到A0 11對應到A1 12對應到A2 然後你是Bulling的話 你是Bulling的話 那Bulling基本上是 它的值只有兩種寸跟Force 只有兩種值 那這個 這個的話 也是用這個 會有三個連數 這個 caric的話 caric這邊有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它有四個連數 然後接下來 如果是caric 這個 用tree的方式 來表示的話 那這個到底有幾個元素 我們在C語言裡面的字串 基本上就是用arspeed code 然後呢 如果你是一個字串 最後面還要加上一個符號 什麼符號 還要加上一個什麼符號 字串結尾的符號 就是Numor character 也就是這個符號 這個號 所以 你看到三個字母 事實上你如果只用三個位置存它的話 你的頭文將來也可以的大 你一定要預留一個位置 來存放這個符號 這個是代表 我們在C語言裡面 代表字串的結尾 這個符號 好 那其實就是這個符號 代表字串的結尾 所以它就會再用四個byte 好 那慢慢的 你在這個寫頭文的時候 你慢慢的 把你的頭文要稍微解過話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我們上面這個頭文 一般我們可能很多人會寫 像上面的櫻號 我覺得這個 A就是一個array 準備來 可能來放這個 同學的成績 那邊有array 然後呢 就先教一個array 好 那當然你這個 引靈學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像下面這個引靈學方式 i等於0 然後i小100 就是0到100 然後i++等於0 就把這個a的值 把這個i的值把它設為0 然後這個i設完之後呢 i++ i就加1 好 這個圖文 那上面這個圖文 那上面這個圖文啊 就寫的 當然可以當成的目的 但是寫的將來 如果你有需要修改的話 可能就會有些時候會弄錯 那下面呢 下面這個圖文上面的圖文 作用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先教什麼 先先教 number of elements 有100個元素 這是define 這個是Ceer的define 定義一個常數 所以這個num element number of elements 這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呢 看到的話 我們就只能看到100 然後ipa 這個number of elements 這個就是a100 那未來呢 我們也就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number of elements 好 就這樣寫 那這樣寫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你這個 array的元素 加來要擴充變成200 擴充變成200 那這個時候 我只要把這個100 把它改成2 變成200 就可以了 其他的地方就不要改 我把這個 把這個 把它改成2 這改成2就可以了 剩下錢 就不用改 那多數人在寫這個圖文的時候 多點寫 寫上面這個 會怎麼樣呢 會有 用我們的這個 編輯軟體 就是replace all replace 就是代放 對不對 把100 就把它代放成200 然後看到100 然後看到100的標準 公寫200 這個也是半個來源之一 為什麼呢 100的標準200 都輸的時候是對的 少輸的時候錯誤了 你忘記了 有一個標準那邊寫100 不是這裡啊 不是這裡 另外有一個標準寫100 100是對的嗎 考試成績最高100分 結果你就忘了 其實你知道了 你多仔細看你會知道 但是你就忘了說 那邊還有 居然還有一個公寫 叫做考試成100分的100 所以你也把那些 100分成200分 然後 然後 就繼續忘了 然後 就可以怪這個 compile 說這compile 為什麼 我只不過把100分成200 為什麼會用錯呢 你忘記了 你還好背的地方 不該改 改掉 所以你的compile 就是不夠結構化 那結構化就像這樣 我們把這個東西訂好了以後 將來你要把它 從100分改成200 那這個地方改了以後 其他地方 它自然會改 會自動改 所以下面這個compile 是比較好的compile 再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這個 耳類的表示法 就是我們耳類在內部 我們表示的 那基本上 我們如果宣告一個 A這個耳類 A0 A1 A2 A3 到A11 這邊一共11 A11 好 那這個宣告 這樣宣告 相對應的 耳類的耳最小 這個A 其實 如果它對應到 對應到這個A 對應到這個A的位置 那這個其實就是 A加1的位置 這個是A加1的位置 這個是A加1的位置 這一個就是A加2的位置 那它怎麼知道 這個A加1到底加幾個byte 你是int 你是float 你加個byte 雖然不一樣 它會知道 你這個A對應的是 哪一個資料型態 所以A加1的1 不是一個byte 它是加一個單位 不能誤會說 這個A加1的1 你不能誤會說 這個是一個byte 它不是一個byte 它是加一個單位 加你這個A的耳類的一個單位 那那個單位 那那個單位 就看你A這個耳類 宣告是什麼資料型態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byte 再下來就是 我們要談的就是 我們如果是 這個1Dimension 就非常單純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好談 但是呢 Mati Dimension 多維度的 多維度 Mati 是多 多維度的array 那我們在表示的時候 我們還能把它 表示成1Dimension 在電腦內部 還是1Dimension 但是你可能用所謂的 Raw Major 或者Color Major 都不在表示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譬如說 我們現在宣告 A A這個耳類 那A這個耳類 A是3 A瓜號3 瓜號4 A34 好 那這個 我們宣告就是A34 當然這個宣告的方式 你也可以向上面加宣告 上面這個宣告 我們比較少用 但是也是可以的 這個 這個 表說這個A是一個 2Dimension Array Nu Iat 的形態 它有3乘以4 那麼多 好 那這個A34 這個array 如果你看開來看的話 它大概就有向心的攻擊 從A00 A01 到最後是A23 因為我們這個 都是從你開始數的 所以這個 第一個index 最多是Docker 然後第二個index 最多是到3 所以這總共有12個 全部有12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兔臺面群腦耳類 是長得像這樣一個情況 可是 這個兔臺面群腦耳類 所以 未來我們在電腦內部 能不能把它表現出來 那我們的記憶體呢 我們的記憶體就是 彎的臺面群腦 從你的oddress 從00開始 到最大的一個字 它是一個 暗道順序下來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二尾的 這個二尾的 要把它放在一尾裡面 那你就必須要一個順序給它 好 剛剛我們那個二尾的 把它畫出來 有點類似加加的一個情況 就是00 01 02 03 到最後就是23 那現在 這個 這個是一個二尾的 我們接下來放到 我們的記憶體裡面 它實際上的 就是一個異尾 不管是異尾 是把它畫成母的 還是把它畫成垂直的 它都概念上的表現 它都是一個異尾的 好 那所以這個我們怎麼擺呢 00 01 02 03 這個0開口的 這四個 結束之後 再過來是一開口的 10 11 12 那1 開口結束之後 這個就是二開口 好 那這個方式 我們就稱它 叫做 Raw Major Raw Major 的意思就是 一個Raw結束之後 再來第二個Raw 再來第三個Raw 那我們在 我們在稱呼 橫的這個 橫的這個 橫的這個儀類 這個我們叫做Raw 這個Raw 那所以 那所以 所以Raw跟Carn 在我們在 學 普文的這個 定義裡面 有嚴格的定義 然後 指的一個 我們叫做Han 這個叫Carn 所以,狠的叫做Raw,指的叫做Color 那我们如果要翻译成中文的话,那狠的就把它翻译成类 指的我们把它翻译成Haw 这个是英格定义 好,所以,这个是这一类完毕之后,这个Raw完毕之后呢 再来下一个Raw 这个方式叫做Raw Major 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排下来 0,然后再来是01 02,把合02 再来是03,摆完之后呢,就下一个Raw 那二次进来 那如果说,我们要问说,那你这个 A21的位置,这个 对应到我们的 这个 它对应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一定可以把它算出来 它所对应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算出来,你就慢慢行 0,1,2,3,4 5,6,7,8,9 从你开始 离开你9个位置的地方 就是你的A21所在 好,所以 你的AIA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其实是简单的数学运算而已 你的AIA在什么地方 好 你的AIA在什么地方咧 就是 因为你是 你这个00是9个位置 所以你的AIA在什么地方咧 就是 就是 每一个I 代表它有4个位置 每一个I代表它有4个位置 所以你这个A21 A21的所在 A21所在的话 那就是按照下面的这个算法 那就是按照下面的这个算法 好,按照下面这个算法 就是这个2 这个2 这个2 乘以4 再加1 好,那为什么这个2乘以4呢? 因为你上面有了两个R 两个R 两个R都是完整的 每一个R有4个 所以是2乘以4 再加这个1 1就是在你这个 这个锁索的这个R 里面 你是离0的位置 有一个单位的距离 所以2加4乘以4 2乘以4再加1 所以你如果是AID的话 就是 I乘以4再加Z 那这个所算出来的位置 是 离你最开始的 这个A0的位置 你有多远 所以你 你真的有adress 你还在加上 adress of this 你这个位置 然后再距离9个位置 那就是你所在位置 那就是你所在位置 再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那假设 这个 这个 就稍微再复杂一点点 这个 A的 这个array 我们给它一个符号 这个叫做alpha alpha代表 这个A这个array 它的 开始的位置 那开始的位置 就是看你这个 这个dim有几个dim 1dim 它会被运到A0 这是1尾的 2dim是2尾的 它对应最开始的位置 是A0 如果三个dim 它对应最开始的位置 A0 00 就是这个 其实的位置 好 再下来 我们这个beta 就是用来代表什么 你每一个元素 所占用的空间 到底有几个bite 那 比如说我们现阶段 如果你是taric 的话 你的倍材就等于1 每一个元素 它就是一个bite 这个是宣告 这个宣告 那你这个 AIA 你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那就跟前面 那个范例类似的 你现在这个是 这个是洛薇酒 这个洛薇酒 所以呢 你这个 每一个i 你每一个i 你就有 这个完全的i-gro 那i-gro 你所 对应的地方就是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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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整的 然后再加上这些 就是你在这个RAW里面 排的地方 dj 再加上这些 那你这个是元素 这个是元素 再乘你beta 这是元素的个数 再乘你beta 就是你每一个元素的 所占用的空间 这个alpha 是你最开始的位置 那 所以你整个就是这样的 这是罗边群 那事实上 这个公司呢 也不需要b 因为这是一个逻辑推理而已 都还需要beta 但是你应该 这个是可以推得出来的 那如果你是3D的 3D 是三维的话 那你就宣告了说 u1 u2 u3 那你假设你 正宗在跟我们说是iak 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 描述 那这个i i就是满满的 u2 跟u3 满满的 所以 就是i u2 u3 然后 z 是满的 u3 所以是z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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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你的原來的最開始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的所在位置 好 剛剛是這個raw measure 再來就是color measure color measure就是 如果我們擺出來的東西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直的先算 先算直的 所以就是這個擺完之後呢 再擺這個 再擺這個 所以是color measure是由上而下先算 那如果你要看它的順序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就擺這個a 然後再會擺這個in 第一下子i 按照這個順序來算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color measure 那所以我們在擺這個攻擊進去的時候 放到那個耳類裡面的話 放到完短片的耳類就是color measure先擺完了 這邊有很多個啊 不是一個啊 這個color measure先擺完 就是像剛剛這三個 擺完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color measure 擺完了之後呢 再把它這個color measure 再把它這個color measure 把這個color measure 這個就是color measure 這個就是color measure 再把它這個color measure 再把它這個color measure 就是這個befj 就是對於到這個地方 按照這個順序擺進去的 那這個叫做color measure 那觀念 那觀念跟我們前面的這個 這個color measure 觀念 都是類似喔 那也是一樣喔 alpha就是對應到最開始的位置 被它假設是 就是我們的 記憶體的這個大小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2D的時候是 U1U2 那你這個AID 所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時候咧 這個是什麼 我們要先變換這一個 這個 這個index啊 這個先電話滿了 滿了之後咧 這個U2這個部分才會變換 就是I2變換滿了以後咧 這個才會變換 好 所以每一個這些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值啊 它滿的時候 是對應到不換 所以說 就是 ZA乘以U1 再加上你那個color DI一個color 對 那個color裡面DI一個 所以加起來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一樣乘以X 那3D的齁 類似的 那但是你要記得 就是跟我們的roll measure 是反過來看的 就是先變 這個最大的那個是K 那K包含的量 K這個包含的量 就是U1U5 然後再加上這個 然後再加上這個 放完的量是這個U1 然後最 左邊這個I 這個是最常變換的 這個 也是要齁 最後把它撐移一個beta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在位置 好 好